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对于一个数据挖掘任务来说 咱们通常的一个常规套路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咱们来讲这个套路还有讲这些知识点 我就不拿PPT给大家一点点去列了 看那个PPT只是嘴上一说 然后大家心里也没这样一个概念 咱们来讲这个流程是结合着这样一个案例 有这样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泰坦尼克号或就与否的一个数据 然后一会儿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要结合这个案例要做哪几件事 首先我先概述一下流程吧 概述完流程之后 然后咱们再来看这个数据 然后对于我的一个基本流程来说 这里我都是简单来写的 写的比较简单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围绕这个案例 最少我们需要把这几点都做出来 第一点要干什么 首先分数据来之后 你先能把数据读出来 读数据来说 别看光说这个读数据 那我们讲案例来说 是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数据集来去做的 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个大的数据集怎么办 一个大的数据集不见得那么好就容易读件的 你是读件一个大表呢 还是怎么把数据怎么处理 这些问题其实往南来说很难 但是用咱们这个案例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案例只有几百条数据 将近一千条数据吧 一个泰坦尼克号数据 所以说我们的数据来说 设计不到太多关于数据读取的问题 可能就是大家不知道听不听的东西 什么Spark Hadop Hiva这一套东西 这套东西要干什么的 也是用来做数据处理的 那它这个处理和今天咱们用Python来去做处理 有什么区别 它们关键是针对于量 如果说量大的时候 咱们怎么办 量大的时候 我们先要对数据进行一个结构化 所以一个结构化就是先把数据给它读出来 是吧 但是读出来我并不是全读 我是想提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大数据的工具了 所以说读数据应该是第一步 怎么样 把数据显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一会儿我们用Python 结合一些Python库来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还有明确的一个指标 以及数据当中有各个列的一个含义 一会儿我们都要去看这个东西 第二点 数据读进来就完事了吗 比如说我让你做一个事 就你就预测一下 他在那个号当中啊 什么人都被获救 那可以说就是一说这个事 看起来还蛮简单的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点 那我们难点在哪啊 我们难点就在于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哪些信息它是有价值的 我们要选一下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需要做的第二点就是 对于特征来说啊 每一个特征 我都要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特征 它表达什么样的含义 特征当中啊 有什么样的信息 以及呢 它对我最终啊 我最终是要有结果吧 对于这个任务来说 我最终就想看 一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能被获救 到底怎么样 他不能被获救 得看一下我这个单变量 跟最终结果之间的一个影响关系吧 这个啊 也是我一会儿要去做的 就是对特征啊 进行分析 那对这个特征啊 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分析的时候啊 可以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去看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多个特征一起看啊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 我们要统计分析的时候啊 不能光看一个 比如说 你光看一个量 对结果影响 看起来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结合 把这几个量 结合在一起 看一看 综合的一个样情况 并且呢 你看样情况 你怎么看啊 你给我拿一堆数值来说啊 看着不太直观 我们最好啊 就是把这个图 给它画出来 也就是说啊 在我们分析和 不断的一个尝试过程当中啊 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信息啊 展现出来 一个图形的展示啊 要比你说一万句话都是清楚一些的 所以说啊 一会儿我们的重点 还给大家说一下 图表啊 通过一个展示啊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清晰的结论 这个呢 是我的第二步啊 要对我的特征进行一个理解 理解完了之后才能分析 一个数据来了之后啊 你起码得知道啊 每个列都表达什么样的含义啊 所以说啊 我们先去单个特征分析 这个啊 对你之后建模啊 对你之后的一系列任务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的 然后第三步要干什么啊 咱们这个分析也分析完了 看也看过了 结论也差不多知道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们最终的目的啊 要建立一个模型啊 在建模之前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据清洗 还有预处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可能大家一听啊 觉得感觉就是把数据过滤一下 找一些别有价值的东西嘛 其实啊 本质也是这么去做的 但是这一点好不好做啊 这一点太难做了 因为对于一个数据来说啊 可能大家听过 就是看过一些书啊 书上也都这么说 一个任务来说啊 你说大部分的一个精力和时间啊 都是 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哪里了 都花在我们数据预处理的上面了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清洗好最合适的数据 怎么样把这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处理的 是比较恰当的 这个啊就是我来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啊 怎么样去做这个清洗 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了 这里啊 只简单列出来几点 其实啊 只有等大家真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 哇 大家会长叹一口气 哇 这个东西怎么清洗了 这么麻烦啊 我之前啊 做过一些关于日志的 比如说HTTP服务器的一些日志数据 那些日志数据啊 就是给你一看 你就第一感觉什么 我能不能不做啊 这东西怎么这么恶心啊 这是啊 咱们看到一个原始数据的样子 很少情况下 就是你看出来数据 就是标本留期的 哎 这个特征是这个 那个特征是那个 那个特征那个 这是很少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下的数据啊 我的天哪 这个数据一看 第一反正脑袋疼 第二感觉 我这都不知道是里面是什么 所以说对于那些啊 比较真实的数据来说 大部分全是这样的 那你说 为什么要花个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在做这个数据清洗啊 因为数据本身啊 是很乱的 但是你说不清洗行吗 不清洗是不行的 数据啊 决定了你模型的一个上限 算法呢 只是怎么样逼近于上一个上限 所以说啊 数据清洗和预处理啊 是我们当前啊 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要把数据怎么样处理 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这个东西啊 嗯 别听着这个东西啊 看着数据清洗预处理 感觉像一个比较 低档次的一个活 其实啊 很多核心也都填在这里了 这一步你做不好 后面那一步啊 你也不可能去做好 现在这一步当中啊 我们基本的 就是围绕这个案件来说啊 我们会做几个 基本的一个策略 就是首先呢 我们数据当中 会有些缺失值吧 等缺失值的问题啊 一会儿遇到了 咱们再来详细讨论 缺失值该怎么办啊 大家一想 缺啥填啥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缺失值我们要进行填充 然后呢 特征来说啊 每一列属性 比如说每一列属性 年龄来说 可能是零到一百岁之间 然后呢 可能一个工资来说 是四千到几万之间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值来说 取值范围有一些不一样吧 所以说啊 咱们该怎么办 在这里 我们还要对特征 进行标准化 规议化 这些啊 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来想 哎呀 你说你现在要清洗 要预处理 目的在于什么 目的啊 要给我之后的模型 提供最好的一个数据吧 那你说我这个列 现在我拿到一百个列 我全用吗 不一定吧 不是所有的数据啊 都是有价值 都是有用的 我们要筛选一下 选择出来哪些呢 它是最有价值的 那比如说 我现在选出来两个特征 一个特征啊 是我的一个 什么 一个特征 是我的一个工资 一个特征 是我的一个奖金 咱们举个例子啊 随便说 反正就两个特征 这两个特征啊 它这个相关性非常大 你这个升高了 我那也升高 你下降了 我也下降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两个特征 基本长一样了 不能说基本长一样 可能有一个倍数的关系 你是我的三倍 你永远是我三倍 那这样特征 你说对我结果有用吗 对我结果是没用的 我们还要分析一下 特征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如果说 这个相关性太强了 怎么办 太强了 我们也考虑不用这个东西啊 我们希望特征之间啊 它就是存在着一个差异性的 那这一步啊 就是我的数据的清洗 还有预处理的过程当中啊 要做一件什么事 这一步啊 相当于是很核心的一步了 然后还有东西啊 叫做一个特征工程 我们也可以把特征工程啊 加进来 之后呢 咱们还会详细的去说 这个特征工程这个事啊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啊 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就先别考虑 特征工程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啊 咱们留到之后去说 特征工程啊 是单独拿出来说的一部分 因为这部分啊 特别特别重要 那假设啊 你这个数据 哎呀 现在都搞定了 搞定完之后 你要干什么呢 哎 你是不是说 现在你有个任务啊 你要建一个模型 比如说 一个人 后面会旧 你得知道一个结果吧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来说呀 我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模型啊 在建模的时候 我们得有一些算法吧 选什么算法可适呢 看起来不太确定吧 可能这个算法好 又可能那个算法好 那到底哪个好啊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对比了 我们自己可以去 分个算法来尝试一下 看不同算法达到结果 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可以呢 就是按照一个别人的策略 其实呢 很多的一些思路 都可以借鉴的 比如说在这个算法上 哎 我看过一些资料 看过一些论文 人家都是这么去做的 然后得到效果 还非常不错 我参考人也可不可以啊 当然是可以的啦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啊 也可以参考很多个论文 很多资料 来去想一想 到底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去做 那这里啊 咱们都涉及了哪些任务啊 首先说第一点 第一点 就是你什么都不干 你最少给我提供啥 最少你得给我提供一个数据 还有一个标签吧 数据啊 就是你前面那些步 你不是分析了 又总结了 然后又处理了 完了吗 那你把最合适的东西 给我拿过来 这就是我的特征数据 特征数据有没有用啊 特征数据就非常有用了 接下来 我们的核心 就是围绕这个特征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利用 有特征 是不是有标签啊 咱们这里啊 基本上有两类问题啊 一个是有监督 一个是无监督 有监督啊 像来说你得有标签 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的问题都是一个有监督问题 所以说标签 你得给我准备好 数据 X 标签Y 这些东西啊 先都给我拿到手 然后呢 干什么啊 数据集切分吧 一会儿边看的时候啊 咱就边说 可能前这些东西啊 如果说对于大家基础比较薄弱的 哎呀 可能感觉这个东西说的有点多 没关系啊 一会儿咱们第一节课啊 不是第一节课 就是咱们这个案例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个简单案例当中 我都给大家来实验一下 对比一下 看一看每一步啊 我们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呢 最后要干什么啊 是不是说模型要有一个结果 所以说啊 你指定一种评估的标准 在指定评估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啊 我们就来衡量 哪个模型好 哪个模型不好 这里啊 我们还会涉及到一些策略 那有了这些策略之后呢 要干什么 我要现在想了 哎呀 这些策略 哪些好 哪些不好 选好的 摒弃坏的吧 还能干什么 如果说 有几个算法都挺好 我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啊 听起来啊 也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啊 这里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集成的策略啊 这些啊 一会儿呢 咱们都会涉及到的 那这些啊 就是先给大家概述了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要去做的这个案例啊 泰坦尼克号啊 这个数据挖掘这个东西啊 按照最简单的一个流程来说 我们大概分几步走 一会儿呢 我们就按照我们这几步走啊 实际的走一遍 在走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也来感受一下 对于一个真实的数据集来说啊 我们一步一步 是怎么样用Python啊 完成这样一系列工作的 好 谢谢观看